夜晚闪光灯聚集也形成了另类的光影节目 这是2013年台湾国际热气球嘉年华 在8月11号举办的闭幕仪式 台东县副县长张机毅县长夫人陈林燕 率领了国内外热气球的飞行员 以及热气球工作团队 感谢国内外旅客的热情支持 谢谢 因为有我们所有团队 共同的努力 共同的合作 我们才能在这73天当中 带给大家一个最特别的回应 台湾热气球嘉年华 73天 总共有83万人潮 带来16亿的经济护教价值 我们创造了很多第一 今年虽然在各县市争相举办热气球活动效应之下 台东仍然交出了亮眼的成绩单 畅达73天的嘉年华会 吸引总共有83万人次观光人潮 而且观光局调查 住宿率1到6月为全国第4名相当不容易 尊重了几个事情 第一个我们尊重热气球要一个天后条件 所以今年从6月就开始 我们就证实它是对的 因为6月的气候真的非常适合热气球 第二点我们挑战 因为很多的观光活动 在旅游忘记办 我们都不晓得到底是 游客为了你的这个活动而来 还是刚好顺便来看这件事情 所以我们今年其实很大胆的用淡季6月份 来办这个热气球活动 的确也让台东在我想观光局的数字就可以证明 今年1月到6月台东的住宿率是全国第4名 而今年的光雕闭幕音乐晚会 有来自世界各地的15颗热气球 一起演出最精彩的晚会 以及高空烟火的设计 让数万名的游客在高台上 欣赏着最特别的演出 另外台东县政府也号召签名游客 手持发光气球排出了2013的字样 而后更排字演变成为2014 也宣示2014年将以更精彩的造型球 以及安排要再创台湾热气球嘉年华的奇迹 台东县政府也宣告 活动嘉年华的结束 却是自由飞观光活动的开始 从8月13号到9月30号 每天的清晨以及下午 都可以预约热气球的自由飞行 让大家看见台东的美丽 东台宣布温格在路野高台的采访报导